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寧醫師 萬聖節快要到囉 欸 其實十年之前啊 萬聖節就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外國的節日 沒想到這十年萬聖節突然變成很多家長的 有些人是噩夢 那有些人就很開心的一個節日 陪著孩子一起Cosplay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到兩位家長 第一位就是那個很興奮的 很喜歡跟孩子一起玩的Cosetory媽媽代表彩星 哈囉 大家好 我就是狂熱派的代表 我就彩星 然後我有兩個小孩 那另外一位就是我們的厭世媽媽代表 胖到節日就臭臉的佳瑩 嗨 大家好 我是厭世派媽媽 我是佳瑩 我也有兩個小朋友 佳瑩所以妳胖到這些節日 基本上妳就是 不主動 不應對 然後最好就是沒發生這樣 沒錯 就盡量不要接觸到就好 不要碰到這個話題 會不會覺得說我的媽媽都不關心我 同學都扮妳 結果我是扮我自己 沒有 我也會準備衣服 只是說是前人傳下來的 我不會這麼的狂熱 對 對 對 在彩星的眼中妳準備一個比較 對 看看她帶來什麼 對 真的 看一下 好 身為一個狂熱派的媽媽 就是當然就是給西藥很多啦 那我第一個就給大家看一看 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對 這樣很酷耶 這就是金剛郎的爪子 這男生妳是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所以兒子拿到這個應該 全翻圍就瘋狂吧 非常的開心 而且連妝都化非常完整 而且這個很棒耶 這個除了萬聖節可以用之外 萬聖節過了還可以給爸爸當那個 不求人 這不錯耶 這可以放很久 這可以用很久 這我喜歡 除了金剛郎以外啊 所有街上大家隨處可見 有七成的女孩子都願意辦的 Elsa 這個也是第一年我們曾經辦的 這個真的是不退流行耶 我以為那個冰雪奇緣沒了以後 這個會退流行 去年還有 出了第二集之後 大家還是一樣瘋狂 原本想說女兒讀了國小 應該不用Cosplay 結果沒想到好死不死 他看到弟弟扮了金剛郎 他覺得他連 豬郎沒豬定 前一天晚上他跟我說媽媽 我許願我好想要扮神力女超人 但是我身上什麼材料都沒有 我找到旁邊的五金行 買了什麼 買了那個禮物的包裝紙 然後我花了一整個晚上 然後自己來做 半貼半縫之下 就是做了他的一個 太強了 頭套以外 太強了 然後 還很ㄎㄧㄧㄥ做了一個這個 就是他的衣服 很強耶 對 然後就其實有點爛爛 因為這是已經是前兩天 對 就爛掉了 這樣對吧 這樣這個 對對對 欸好厲害喔 順 這方向還是對的 天啊 欸你有Fu欸 你可以欸 然後我那時候還記得要做 電體改而已 萬聖節派我去學校是不是 他喊過 然後戴著皮鞭 大家覺得一定會拿你的糖果 打小孩 誰乖 看人家也玩上癮了 剛剛說什麼厭世 是不是很嗨 他被我打開那一塊了 佳穎咧 你的孩子沒有跟你抗議過 有 我會說服他就是不要跟逢 前兩年那個Elsa很流行嘛 只要萬聖節 全班大概有一半的女生 都會穿Elsa 我就說服我女兒 不要跟大家一樣 那一點你就穿白雪公主 殊不知大家都反其道而行 班上也有三到五個穿白雪公主 太容易撞山了 對 可是有些連媽媽都一起辦耶 我要分享有一年 就是我那時候第一年 我太興奮了 因為小孩那一年 我兒子是扮成恰吉 然後我女兒就是 非常籠統的Elsa 然後呢 我想說哇 小孩子第一年要辦萬聖節 爸爸媽媽一定要參與其中 所以那一年 我就扮了安娜貝爾 然後我逼我老公辦的那個哈利波特 就一到現場發現 全場只有我們這對爸媽辦Cosplay 剛才彩芯聊到很多有關 什麼安娜貝爾啦 或者是小丑女啊 那勢必就一定得畫得滿臉 其實我最在意是這一點 就是這些服裝什麼 反正穿一天就OK 可是這些化妝 有沒有這個 不會擔心有化學物質嗎 我內心也很有個疑問 就是因為像是小丑女好了 她很明顯就是一邊要畫藍色 一邊要畫螢光粉嘛 然後她的口紅一定是非常螢光 然後加上她的臉 又要打得白白亮亮的 所以我有點擔心是 因為她幾乎用的 都是大人的化妝品 我就真的碰過一個案例 就是她來看我的時候 就扮邊臉這樣子 是紅的這樣 然後我就說 欸你這個過敏 他說喔 因為她昨天扮無臉人 所以另外那一篇 過敏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真的要挑選的話 我先講我可能平常會給的概念 就是你一定要看成分嘛 她如果說是兒童專用 當然她敢這樣打 表示她成分可能會單純一點 但也許也不是 所以我們還是會看一下 她使用的成分表 那如果成分內容越多 然後看起來化學物質越多 有的時候 就會有點擔心 那第二個是看標章 譬如說如果她的標章是有一件穿心的標章 或兒童安全完成的標章等等等等 至少重金屬什麼都被塞掉 塑化劑的量可能也都 就是沒有那麼高 而且只用一天啦 說老實話可能也還好 但過敏這件事情真的無法預期 就算你挑了一個 又是兒童專用 又是有標章 看起來成分又單調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一擦上 你的孩子會紅就是會紅 好剛才我們聊到的是服裝跟化妝 這些等等的經驗談 可是我比較在意的是 孩子跟爸媽的心理 譬如說有些孩子 他根本不想過這個節 或爸媽自己不想過這個節 然後就可能親子之間 有這樣的一個衝突 你們家或你們身邊有人這樣嗎 其實中元節 台灣我們自己本土的 中元節都沒有在過 過程萬聖節 其實我就是覺得 都是商人捏縮出來的一個噱頭 我會不會被肉搜 我沒有說這件事情不好 但是是可以玩 可以同樂 因為同學們也都會一起進行 所以如果你讓他特別的 特立獨行 其實我覺得會影響到 他的人際關係 所以其實我會希望他 從頭來想 這件事情的目的跟意義 有點太理智 但是我會希望跟他溝通的目的是說 你清楚這件事情 也許是跟大家一起進行某一件事情 可是不要太執著 譬如說要做什麼造型 或是希望媽媽幫你扮演 成什麼角色 表演媽媽有沒有碰過 那個小孩被嚇哭的案例 有啊 我之前小時候 他的老師比小孩還認真 當然也是第一年第二年半 他扮黑魔女完妝出現 然後一直用可怕黑魔女的聲音 跟小朋友講話 對一個小班的小孩來講 他真的是嚇死了 然後那一年我還就是 也自以為很特地獨行 反正第一年嘛 然後給我兒子畫的是骷髏頭 因為最簡單 他只要穿黑色的衣服 我只要幫他臉上塗個骷髏頭 白色的牙齒就好 從此之後他就不敢再穿那一件 是被黑魔女嚇到 因為黑魔女只是說 用很可怕的聲音刺激小朋友說 趕快不要吃糖果喔之類的 我覺得很有 我的經驗就是 我那時候第一年 就是幫我兒子辦恰吉 然後那個恰吉那個刀痕 實在太像真的 所以那時候我兒子 因為還小 兩歲多 一畫完他就愣在那邊 我就說什麼事了 他就有點轉頭要哭要哭 就說好 不要哭 不要哭 先去完聖節 我會再說 所以他第一次的經驗 反而不是被別人嚇到 他是被自己嚇到 對 所以彩欣 你會在這個活動當中 讓你孩子就是放縱一天 吃糖果 我應該算是會限制他們 但是不會到放縱他們 所以他們應該 我會讓他們限制 一個人一天只能吃三顆以內 但是就會發生一些小插曲事 就是 例如我可能把糖果 收到最高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是共犯效應 姐姐就會聯合弟弟 兩個人就是爬高高 把那個糖果偷拿下來 超強 等到我們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在房間裡面 就是化為一坨 糖果池 然後他們已經吃了很多 然後已經在 sugar high了 對 你發完那三顆之後 剩下就是要扔掉 對 所以我會比較苦惱的是 就是限制他們吃糖 但是他們反而吃得更多 這到底要怎麼辦 我也覺得蠻苦惱 你們家的孩子有這個問題嗎 像我兒子說還好 他本身就不太常 可是當女兒差異極大 他就是你越限制越愛吃 你越不要他就越要 所以我就會讓他自己先去體驗看看 他吃的皮膚真的變差了 這邊癢那邊癢 然後再回頭過來看阿布跟小樂 那些色素怎麼來的 草莓味怎麼來的 他大概就可以理解說 原來吃的真的 這些東西都是添加物 所以漸漸的會讓他引導他 如果大人要給你 可以選顏色單純的 或者是吃餅乾類的 那比較困擾的是就是 有一些長輩會藉由這個時間 特地在給他 不管是養乳片啊什麼 但是其實我覺得 跟教養中間都會有一點 需要抗衡 對 我好高興喔 他看了阿布小樂的那個 他的確是有警惕這樣子 你們剛剛提到Sugar High 你的還是真的吃的會 我會覺得當天比較好 對 快了 所以那天你就會覺得 他就是怎麼那麼晚睡 怎麼喊 因為睡不著 然後你就會發現 應該有可能真的糖果吃太多了 對 我也是 尤其喝可樂跟吃巧克力 我覺得最明顯 甜的 真的會明顯睡不著 然後會脾氣特別差 小朋友愛吃一點甜的東西 是合理的 那他們對於甜味的這種刺激 他們也比較 就是很開心嘛 喜歡 那可是我最討厭就是 你剛剛講的 譬如說巧克力裡面的 一些添加物啊 你知道巧克力 我們不可能給他吃黑巧克力嘛 對 一定都是那個 有很多奇怪顏色的 這種色素啊 香精防護器啊 我認為這些化學物資 對他的過敏 還有他的情緒 才是真正的殺手 所以萬聖節當天這樣子跑一圈 通常啦 店家發這種免費的糖 你覺得他可能會買什麼 很厲害的天然果汁加進去 不可能嘛 一定都是比較便宜 那台量才可以這麼大 所以我寧可讓他那一桶 假設他今天真的一桶 然後看著那一桶 然後這樣 好像很想要 嘗嘗看的話 我寧可帶他去買一個 比較好的 譬如說 果汁的 真的用新鮮果汁做的東西 的冰淇淋 的優格 或者是真的 也許有些軟糖 他是真的用水果添加的 那 讓他能夠接接餐 那大家也知道 我以前常常用這一刀 就是拿到三顆糖果 就換乘以三 就九顆冰糖 冰糖比較碎嘛 對 就是乘以三 反正一顆換三顆 三顆換九顆 反正你拿到 我們就給你換 就記得要刷牙 然後反後吃這樣 比較 也許就 不會有這些 剛才提到的情緒 過敏的問題 當然這個 肥胖跟助養還是得注意 所以我是 想沒有什麼sugar害 其實就是化學物質害 chemical害 這些化學物質 其實對孩子真的是要 健康上非常小心 所以萬聖節是可以玩的 萬聖節可以跟爸爸媽媽 好好的溝通 尊重孩子的意願 不要畫他不想畫的 這個人種 角色 至於在玩的過程當中 拿到這些零食啊 甜點 然後家規要訂好 那至於孩子 如果要怎麼樣去 用他拿到的糖果 來跟你換更好的糖 更好的甜 或者是其他 你們家的各種教養方式 我相信只要讓孩子 在這個遊戲當中 不要傷害到他的皮膚健康 還有他的情緒 跟過敏的健康 萬聖節還是可以玩的 對不對 好啦 如果你們自己爸爸媽媽們 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 你是屬於哪一類的父母呢 你喜不喜歡跟孩子 過萬聖節 還是你覺得這個 節日適可而止 都可以在我們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趕快按訂閱 分享 還有按下小鈴鐺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再見囉